要让台湾人更长寿健康 总统赖清德的健康台湾三大目标 除了平均余命要从79岁提升到82岁 不健康年数也希望降到8% 儿童死亡率降到千分之四以下 其中六百零七亿元用来扩大医疗及照护的投资 把癌症跟三高疾病所致的不健康云命 纳入照护往外 慢性病透过分歧医疗及智慧辅助系统 初步预计有超过五千人受惠 减少患者下半辈子卧床度过的可能性 而最长寿的县市集中在北台湾 新竹最长寿应该是在新竹县那山区里面 因为那边人比较长寿 为什么 因为空气好 生活状况各有不同 我是不觉得新竹好像是排行榜第一的 各县市平均寿命而言 新竹市八十一点五岁最高 台东县七十六点零四岁最低 直辖市来看台北市八十三点三二岁最高 高雄市最低七十九点三六岁 平均寿命呈现由北而南地减 东部较西部县市低 东部医疗没有西部健全 偏向照护也被划进规划重点 我国平均寿命上升幅度稳定 高于全球平均水准 健康台湾的目标 不仅要让我们活到老 更要活得好 3新闻众口报道